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县 县长的时候啊 他就针对当时的那个东山地区跟苏澳地区的空气污染 然后他就提出来了一个就是青天计划 青天跟币犬计划 那青天他主要是要去处理空气污染的议题 那当时的空气污染主要是 是来自于那个水泥场的粉尘 当时的那个烟囱的冒烟所产生的一些 一些粉尘啊 空气然后空污的现象 然后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青天计划 然后针对那个矿场产生的一些废水 然后对那个溪流的污染 他就提出一个叫做币犬计划 所以当时在青天跟币犬计划 在陈立南老县长在执行的时候 确实对整个的那个东山跟苏澳地区 的那个空污跟水污染 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那宜兰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我们的县长一直强调宜兰是个宜居的城市 那东山跟苏澳算什么 我们也是宜兰的一部分啊 可是我们必须去享受这些 这些新兴的那个废弃物 然后确在我们生活 依据普森老师说的青天与币犬计划 我更想了解工业对于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 杨哲明博士介绍PN2.5悬浮粒子吧 这是一个图示 然后PN2.5是上次效率 2.5米以下的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健康 绝对跟世界都一样 就是说只要燃烧 有交通的排放 有灾油性的排放 有花电厂 有一些花电厂燃烧一些能源 比如说蒸链炭 那它产生的这些都是一定会有 多管包厢品 就是多管的那些有机物 它会致癌物 那些都是排链炭 变作排链 这个是纸来物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你在水泥水泥那里 有学到什么经验吗 经验就知道说水泥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那就是用多少材料 然后那个去配出来 然后它的制作过程 以及制作过程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那个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知道说那个水泥它是怎么去弄出来这样子的 好 它总共有两篇文章 一篇是我在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工厂里面工作 然后我想说 既然在里面就是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想说 就把那个我就是一些亲身所看见的东西 以及我有看到 就是我看见的东西 然后去写出一篇文章嘛 对 其实水泥场里面的东西 它水泥场里面的东西 大概最多就是粉层 土粉 就是整个满地 满地土粉 包括那个机器周边 全部都是卡一层厚厚的土粉 然后之后 之后因为 那个 这个有印要说说 要不然就再写一篇那个 有关于 废弃物储物的部分 基本上在水泥场里面是 除了水泥 所以基本上是 我们不知道什么味道 比较 材料里面比较有味道 第一个是 铁渣 铁渣它有一种特有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一种味道 它也不是铁的味道 这是一种 你有没有误过臭地弹的味道 就是这样的味道 臭地弹的味道 然后在浮化钙 浮化钙 浮化钙它是臭的 味道很臭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农药 也有一种农药的味道 好像叫做巴拉瓜 那种味道跟那个一模一样 就是那种农药味道 所以说它那个其实也是一样 对 对 然后至于整个工业区 包括输化钙 附近跟东德工业区那边 那边味道 那边味道的话 我是觉得工业区那边味道 会比嘴皮肠那边还来中 因为各种味道都有 比如说有什么酸的啦 酸味啦 还是说它有什么 也是那种 类似咖啡的那种味道 可是 我知道 因为那边 那边应该没有咖啡工厂 所以说 那个味道应该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闻起来像咖啡 等等味道 那 不过 就是除了那些材料有味道以外 其余基本上 就还好 那 烧的话 烧的话 如果有烧过 有烧过 我在那边待半年多 是还好 我是不会感觉 就是除了材料 就是在我们当作的这个吐杂 在那儿 真的不过 那 真的不过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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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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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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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